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好,我是孫敏起,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法力股大檢語 講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反覆覆 曾經跌過,也升過 最后全日小升40点,收27884点,成交944亿,今天市反复之后能够收高 多得腾讯,今天发威升1.7%,6元鸡有多,破满前浪顶 另外,中国海洋石油更加厉害,升3.5%,走势强劲,成为市上升动力之一 只不过有帮,而部分香港经济股仍然维持弱势,令市升幅不能扩大 好了,讲了整个市形势,今天的市,刚刚提过,反复复复的升势 高位见过27970和28000点 差一点,但穿不到上去,低位穿过27800点,见过27775点 基本上,全日是200点左右,上升落落,没有明显的走势 看来,整个市就不见有什么突出,一方面,刚才说过,高低位相差不大,不太厉害 而且从技术走势来看,见到恒生指数穿过下,前浪顶阻力逼近20000点 但是,迫近圆,穿过下,就不能够站在之上 叫做得而复失,这个技术走势上就一般 加上,另外整个市的形势,今天的市是有一升几十点 但是,上升的股份,比下跌股份少了一点 上升是769,下跌反而是87, 指示说,今天的升势就普普通通,是一个高位整股的形态 无论是波幅成交以至,上升下跌股份的形势来看,都不见有明显的方向 但是,个别股份是法力的,法力上升 之前呢,其实呢,最近呢,附续有些股份法力 譬如之前呢,腾讯就做好了,今天再升 刚才提过呢,中国海盈石油就今天发威了 至于昨天节目,怎么提,特别点出来的内银股呢 今天都是继续有升幅的,见到呢 这个就是健康,有0.6%的进象,都是跑赢了大市的 附续续有股份法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接着还有什么股份法力呢,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附续有个别股份法力呢 特别是中资股,昨天节目提到,中资股出现头肩底 见到了,国企之数,今天连续第二天,站在头肩底頸线之上 已经完成了,叫做英俊了,上证比国企则差一点点 由头肩底頸线的水平稍微回回,跌回5点了 跌幅不算多,但未正式突破头肩底 比国企指数来说是稍信一筹的 这些股份突破的原因呢,可能和未来说的原因有关了 原因就是最近华尔街那边,外资大行又吹一下 对于个别股份,特别是升幅之前比较少的股份 是大吹特吹的原因呢 就是他觉得这些股份,为什么会有力做好呢 原因是由以下首先,环球央行的 宽松货币政策的态度相当明显了 那么,联储局过去一年,应该是2019年 就已经减了三次息了,比之前大家预期 就年初的时候,预期去加,加两次息 现在变成了导户三次息 因此联储局非常进取,提供宽松货币环境 这个对一些落后的资产是有利的 另外就是贸易战,就是降温了 中美贸易战终于在上周五 晚上就说在达成一致 现在等着敲定文本而已 这个也是有利全球经济 加上近期出的,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出的数据都是不错的 特别是大行提到美国的就业数据是非常理想的 无论是新的非农业积累增长 以至失业率都是显示当地劳动市场是非常乐观的形势 所以就觉得明年经济衰退的风险就下降了 因为之前预期,明年很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风险大行认为是高达四成的 但现在经过刚才说的原因之后 他发觉可能要调低 调低风险就调到25% 明年衰退忧虑就降温 这些大行认为是对个别股份 有几类股份受惠 第一类就是高波动的股份 即是价格波动比较高 而近期发现这些高波动股份 即是香港人叫做进取一些股份 表现是胜过波动低的股份 即是香港人叫做防守股 是明显的 即是进取股份是胜过这些比较稳的股份 第二类就是平价股份 即是抠平货 第三类他们觉得未来做好 现在还未见的就是新兴市场股份 新兴市场指出新兴市场股份 现在相对发达国家市场股值 跌到很低的水平 有机会防守股份 随着 刚才提到 国际的原因 即是环球的经济状况 的原因 即是衰退风险 有类下降的原因 这类股份 会有机会反弹 总的来说 我记得高风险走势落后股份 的资产 是未来值得大家留意的 唱好 唱好这类股份 正正中资股 肯定是波幅落后的股份 走势落后股份 肯定是属于中资股 所以各企指数 上证指数近来出现 头肩底走势 并不出奇 看完他们的原因之后 发觉 正正国企指数也好 上证指数也好 中资股 因为股值 仍然处于历史底的水平 成为他们的吸纳对象 一点都不出奇 所以 为何中资股的法力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接下来 估计 符合刚才说的原则股份 即是高风险 要不走势落后 要不低股值股份 有机会 成为法力股的之一 接下来会有什么呢 先后 刚才提到腾讯 中国海洋石油都升了 内人股仍然有机会 继续进一步做好 虽然见到 这个建行已经升得不错 但刚刚也是突破了头肩底的颈线 所以走势上仍然有 如未尽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股份 可能会受惠 除了内人股之外 香港经济股 也是符合这个标准 起码走势落后上 就是非常落后 哪些香港经济股 可以留意一下 行基地产 可能是其中一只 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 跌近重要的低位 今天 刚刚考验20天线 大家留意一下 会不会20天线 能不能够守呢 以至上升轨能不能够守呢 这就是 会不会成为法力股的其中一个关键 银行股也是 恒生银行 都是一直在低位 走势一定是落后的 现在 就逼近20天线了 20天线能不能够守呢 以至 重要的低位156元 是非常近的 现在的水平 所以 重要支持位 又在20天线 也有可能 成为恒生指数 吸引资金 吸纳的原因 会不会成为法力股呢 未来这几天 就会揭曉了 整个关系 分析大致这么多 多谢大家